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敖光吓了一跳 室外光看 光听见人说话 看不见人 什么原因 原来太乙真人 在鹅渣的后背上画了符了 这道符叫银身符 他能看着别人 别人看不见他 老龙王就是一愣 谁 我呀 你不最恨我吗 我乃李靖之子 讹渣事业 你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看不着你 嘿嘿嘿 这就看出来 法术的高低来的 你比三公子差一晚了 肉眼翻胎 你怎么能看着我呢 奥光 我去问你 你来干什么来呢 我 我来告你和你爹 啊 凭我良言相劝 老龙王 你最好退一步 消消火 回到龙宫 忍个肚子疼 你就算了 你也好 我也好 咱们两方面都不出事 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 非要奏鸣欲定 你可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 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啊 恶渣呀 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非告 非告 我是非告不可 非打 非打 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恶渣望上一村 轮起千昆圈 我 啪 正消到老龙王后背上 你想 那千昆圈 乃玉须公 震动之宝 啥声能清得了吗 把老龙王给揍的 嗷嗷的狼嚎 都没有人味了 嗷嗷嗷一边打 一边说 你还告我不 你还告不告 只要你告饶 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不打了 不然我非把你打 不然我非把你打死不可 好啊 哪吒 你真是要造反啊 我乃星云不语之正神 乃是玉帝亲笔典牌 你竟敢打上天的正神 你是想作死啊 我非告不可 就是没完 好 我叫你告 我叫你告 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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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光,我听说龙帕接临,虎帕抽筋,今天呢,少爷不打你了,我给你那临,我抠下几片的,说着刺啦,把刨斧给拽开,露出类事儿,这鹅扎鱼之手摁着欧光,腾出鱼之手来,在他两肋就往下刮鳞, 你说这碗要命,最疼不过,把老龙王疼得,哎呀,咔嚓咔嚓咔嚓,鹅扎一口气,给他抠下四五十片鳞来,就见老龙王的两肋鲜血淋漓,痛不可当,最后终于是告了饶了, 这就叫神鬼怕恶人,哎呀,饶命啊,哎呀,别接了,啊,你到底这么说了,你还告我不告,不告了,不告了, 我走之后,你还告不,永远不告了,好,但愿你口心如意,你要跟我动心眼,背着我不知道,跑出来告我来,你等着我的,不但接你的龙鳞,我照样瞅你的龙心,瞅你的龙眼,哎呀,不敢,不敢,算了吧, 鹅扎,鹅扎心里高兴,一抬腿,老龙王站起来了,这回龙王这个狼狈劲儿就甭皮了,衣服碎的,一瓢一瓢的,两肋嗲嗲嗲嗲嗲往下躺起,鹅扎看了看,还走,一个神仙都没来,趁这机会赶紧离开,走,跟我回去, 刚走了几步,鹅扎突然想起件事呢,站住,我熬光,我听说龙山于变化,大则晴天主地,能遨游世界,小则芥草藏身, 我现在你给我变一下,变一条小蛇,或者变个小虫子什么的,越小越好,变,我,变,变,老龙王没办法,百一百岁,把头一晃,变了条小蛇,大小,跟那毛毛虫差不多, 鹅扎乐了,身手把他捡起来,在怀里拿出个小盒来,掀开盒盖,把他装里边,嘎巴,盖一扣,踹怀里,嗯,最后把他烧回去保险,鹅扎从南天门上下来,回到府里,单说离敬夫妻,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盼啊, 当儿子哪吒是一去不回,李静以为啊,他胆小跑了,将来这结局怎么办呢,这个臭神,满嘴是瞎话呀,他不能回来了,夫人说不可能,那孩子不见得骗父母,也许什么事耽搁了,咱吃完饭再等着吧, 哎,等也吃完饭了,夫妻二人正在谈话之时,有人禀报,三少爷回来了,啊,真回来了,叫他进来,哪吒整理衣服,笑呵呵呵走进前厅,爹爹,娘,儿回来了,李静一看着哪吒这气儿就不大一处来,乱家,你去了这么长时间, 见着你师父了吗,见着了,你师父怎么说的,哎,不但怎么说的,还教给我怎么做了,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胡说,那太医真人道德高深,乃是上界的大罗神仙,岂能教你这么办,那看,你不惜拉倒啊, 他真真人道德高深,他真人道德高深,他真叫我怎么办呢,我到南天门,把老龙湾熬光啊,给烧回来了,胡说,你伯父现在何处,在我怀里呢,更胡说,人怎么能在怀里呢, 爹爹,您的脾气太暴,不容我解释清楚,您就嘲嘲,您不信您看着,儿咋说着话,把小盒掏出来,盒盖掀开往地下一倒, 一阵慌慌啊,再看,老龙湾恢复了原貌,李静你看,太惨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衣服一条一条的,果然是师兄拗光,师兄,您这是怎么了,李静啊,李静, 咱们是前世的冤家,金世的对头,好好好,好好好,你重子兴凶,一而再,再而散,打死了循海叶长,打死我儿抽了我儿的龙金还不算,龙金又把老妇打成这副模样,你看,我两类的龙林都叫你儿子给掀下去了,他有多狠呢, 嗯?我叫你看个明白,跟你讲不出道理去,我只好把四海龙王召集齐了,水烟你的陈唐冠啊,你挡着我的,呜! 凹光说罢,终绎不见,他这一人走了,李静就拍开大腿了,完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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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倒葫芦,飘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这事儿简直是变本加厉了, 一个凹光,我难以答对,四海龙王都来了,我该怎么办,倘若水烟沉堂,七罪都在我的身上,九七根源都在你身上延起来的,冤家呀,冤家,你不把咱们老李家折腾的灭了门, 你是不能罢休啊,夫人也哭,孩儿啊,娘揣你三年零六个月受尽了多少苦啊,好容易盼着把你生出来,你怎么,这么糟蹋,怎么家,大祸你惹的可不小啊,父母这一哭,哪吒心塞油烹,没办法哭通, 他跪下来,爹爹,娘,哎,本来我不应该讲这番话,迫于行事,我只好对二老直言吧,上次我曾经谈过我的身世,而并非凡人,我乃上天灵珠子转世,偷胎,寄身于女家, 我是奉了玉帝的法碟,寄身于女家,将来福保民主,推倒上昭,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烈的大事业,可这点小事又算得什么呢? 我心里有数,我老师告诉我,我亲手要杀掉一千五百个人,那不早这事呢? 要是你们二位这么胆小,那非吓死不可 我要说这话,我爹又说我信口雌黄,那么请问爹爹,我要没点根基,我能上得了南天门吗? 我没有根基,我能把老龙王给抓回来吗? 我要胡折腾,我老师能答应吗? 不用问,这是有来历的 我老师跟我说了,天塌下来,有他接着 父母只管放心,别听敲光白话 慢说找四海龙王,他就找八大上仙,我也不惧 爹,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娘该休息休息 除了事,有儿,我在这接着 不知父母能不能听我相劝 李静并不糊涂 当年他也学过道 听讹诈这么一说 果然这孩子有来历 与众不同啊 也许是这么回事 哎,事到如今 骂他,打他 又有什么用呢? 只好听之认之了 冲伤 别往下说了 我就希望你 往后别给我惹祸 也就失了 下去休息去吧 谢爹爹 娘啊,我陪着您走 鹅渣掺着他娘 娘儿俩来到内宅 小哪吒一头 扎着娘的怀里 一会儿啊 把夫人就哄乐了 那些愁事也都忘掉了 这夫人从心里望外 那么喜欢三儿子 哪吒在娘的屋里玩够了 夫人告诉他 儿啊,把心收回来 到麒麟宣 继续读书去吧 哎 鹅渣又留得到后花园了 他哪有心读书啊 关上门 闭眼就睡觉 心里就想着 东海龙王熬光的事情 不知道搬兵 什么时候回来 迟早 还有场大乱 要乱起来 怎么招架 什么时候去找老师 鹅渣胡思乱想 后来就睡了 从第二天开始 他看会儿书 睡会儿觉 在院里他再溜达溜达 过了那么几天 鹅渣脚这心情烦呢 太没意思了 一天到晚 过得太枯燥一点了 不行 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 这回啊 我谁也不带着 哪吒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 出了他们家 溜溜达达 到了东棺 穿过顺城街 顺着马道 他上了城了 那城棺上 都有军兵手把 一看 最近一个时期 中方忽有伤亡啊 大批的伤号 都运到陈塘 有打陈塘 再分散给各地 那么前方打仗 陈塘棺 属于后方 粮草 济阳 冰原 都在这转运出去 纷纷运到前邻 所以在城上啊 下一看 车水马龙 闹闹哄哄哄的 一是供给首官的士兵 在那休息 另外 在战争年月 这也是指挥所 另外呢 还可以做建楼使用 等到了这儿了 鹅扎一抬头 这什么 就建敌楼下 有一张供桌 供桌前面有拜练 上边供着一张供 还有三支剑 那上的都是胡一尘了 看着样子 多年没动了 鹅扎心说 我爹这什么主意 把弓箭挂在这儿还吗 哦 大概这弓箭是神仙 还得给他磕头 还得给他上枪 他往左右看看没人 鹅扎一抬头想了想 我师父说 我不是凡人 迟早长大成人 要福保民主 还能加封我个 前不正印 先行官 既然这样 我不会拉弓射箭 我算什么武将 我试试 就是个射他两箭 开开心 这鹅扎又犯了野性了 一手摁着供桌 削着脚 把弓摘下来 他这一摘啊 弓好学没掉 什么原因 太沉了 鹅扎颠颠颠颠颠 我这张工 我这张工怎么这么沉呢 也就是我要别人还拿不起来呢 把弓立起来 比自己还高了一大截 看来是一张保弓 他把灰尘吹掉 仔细一看 弓背上 犯着字 潜坤弓 这弓叫潜坤弓 他拉了拉弓弦 好硬的弓啊 看着样能拉得开 接着试试 他要拿下一支凋零箭 这种箭比普通的凋零箭 要大着一倍 吹掉灰尘一看 箭杆是红的 头前三楞一个间 是建筑 后边带着雨铃 也暂着字 镇 陈塘关 李静 哦 有我爹的名 那甭问是我爹使用的东西 进去我试试 他把镖零箭扣到弦上 然后身子靠近 舵口的边上 他一想 底下净人 别往下射 伤着人就麻烦了 我呀 往远处射 看看这张弓 究竟能射得多远 然后我在下城 把剑捡了回来 不也就得了 想把他对准西南 前把推泰山 后把拉弓弦 哎 这这这这这这这 杰公拉圆啦 后手一松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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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这这支箭 又风雷之声 刹那杰是电山 雷鸣 一道弧光被西南就下去了 这下把这支箭射没眼儿呢 哪吒大惊 我怎么这支箭跟普通的箭不一样 书中代言这叫镇天箭 这张弓这三支箭 据说乃是当年 轩辕皇帝所用 轩辕皇帝曾经利用弓箭大胜私邀 立下赫赫战功统一黄河案 打那之后历代相传 传在李靖手里 就成了镇臣汤官之宝 奉若神明 初一时五都上这来烧香 从来没有人敢使用 这鹅渣不管天不管地 这小祖宗什么篓子都敢捅 他把镇天箭射出去 故此有这种圣经 这一箭射出多远远 九万六千里 在西南之外 有一座山叫窟窿山 山上有座洞叫白骨洞 有位出家得到的仙人叫石鸡娘娘 这石鸡娘娘有三千六百多年的道行 本来她不是个人 是开天啡力 straightforward 是开天瓶祟的一块石头 受日经月华变成人形 苦苦修炼三千六百多年 虽然不算正神 也算大罗的金鲜 他手下有俩徒弟 一个叫采云 一个叫碧云 今儿个碧云 手里提着个花篮 拿着个小铲子 放石鸡娘娘所拆 去采药去 回来跟采云好练担 这碧云童子刚一出洞门 就见远处一道洪光 碧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没等看清楚 这震天剑正中耿嗓 碧云童子顿时崛起身亡 啪啦 花篮子小铲子也掉地上了 这采云呢 听着师弟在外的残叫的一声 不知发生什么事 开洞门望外一看 哟 师弟你怎么了 就将耿嗓声中了一剑 鲜血淋漓 哎呦可了不得 踩云莫回身 禀报师机苗粮 师机苗粮赶紧下了连台 到洞府外一看 紧皱双眉 啊 闹了半天 是震天剑给射的 震天剑是礼尽的 我岂能与他傻疤甘休